例如《Bitter Sweet》 我是聽Bjork的Isobel的歌 然後Santana Maria 就寫了《Bitter Sweet》的一首歌 就很難得的機會 然後覺得有一種成就感 突然想起Verb樂隊的那個 《Bitter Sweet Symphony》 就是那個很著名的歌 OK Cool 是兩種風格 兩種樂隊都不一樣的風格 然後詞的故事內容 是從朋友的身上得到靈感 歌詞是說 一位男生跟女生的感情 像哥兒們 哥兒們 是哥們對吧 哥兒們 對 哥兒們 然後就是那個男生 從來沒有把這個女孩子 當過真正的女生看待 對 就是女生他愛上男生 可是男生他已經交他的心 給了另外一個人 對 所以他只能有掙扎 只能回憶之前的很好的感情 然後我還是祝福他們的 對啊 很甜的 Bitter Sweet 對 很適合 你覺得男女生之間 會有哥們的那種感情嗎 嗯 我有看過啊 會純的友誼的這種 可能哥們的情況下 一定會有一個愛上一個吧 就是兩個人同時 都沒有感覺的事情 比較難發生 一定是一個像豬頭一樣 不知道另外一個 已經默默地愛上了一個 好像是 好像是 所以其實就沒有純純的友誼發生 至少你沒見到過 嗯 沒有 嗯 對 你覺得這種事情存在嗎 哥兒們的 對 應該有吧 是要控制自己 你做得到嗎 我不做 因為我真的從來沒有一個 哥兒們 就是可以跟他 也許有吧 可是他的年齡比我大 他真的是我的brother 對 你現在可能遇到這個問題 對 但是隨著你年齡的增長 還好 真的沒有沒有 隨著你年齡的增長 可能遇到這樣的問題 會越來越多 然後期待你到那個時候 會有更多的故事 給你靈感創作 希望不是那麼辛苦吧 嗯 就是這張已經展現了 你小小的創作功力 以後會持續這個能力嗎 嗯 我覺得好的事情有潛能 然後如果人家有給你肯定的話 應該要繼續培養吧 嗯 I woke up one morning To find my love gone My love is gone For you to be replaced By something new It's not another guy But alpha mi That's been a new A new feeling Revelation Of you and I That we can never be together It seems like We'll stay that way HOPING THAT THE PAIN WAS TRU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很多人说你和Onolisa 你自己说其实声线是不一样的 但是就很容易让人想到 因为之前在日本发展 所以Bossanova又是这些女歌手 所以除了声线之外 还有其他的不一样的地方 请你再展示一下 我只能说不敢当了 对 因为Onolisa 她是有在巴西 住过了一段时间 然后她当然对巴西的曲风 比较了解 然后歌声都不要 然后她自己会玩乐器 你写歌是怎么写的 我刚刚忘了问了 亨听亨听亨听 然后录对不对 录然后就是 我开始有学吉他 有时候会乱乱弹弹 然后突然有一种 曲风 我知道 对 好 继续Onolisa Onolisa 她同样的地方 我真的不知道在哪里 可能是搬唱别人的歌吧 或者曲风 哪一样人联想到 也许吧 所以以后你有没有想法说 可以换一下其他的风格 或者是你偏爱的 你一直没有机会去尝试其他风格 有啊 这张专辑啊 真的比日本发的不一样 因为 因为日本太淡了 就是那种感觉太 对 所以我要换别的东西 但是这张还不够重 就是你有没有想法 因为不知道听众可以接受 对 要慢慢来吧 就是如果你跟之前日本 差别太大的话 我相信歌迷也不太能够一下子 因为如果变得完全不一样 也很难接受啊 我觉得这张专辑发 还是大家可以接受的 但如果仔细听 你会觉得真的不一样的感觉 因为有些人说 为什么他会突然做这个 可是也有很多人说 很好 他有做新的东西 对 不同的尝试 对 以后还会有更加 让人惊艳的尝试吗 比如说 会突然之间变成Rocker 可能啊 可能啊 下一张啊 我不知道啊 吊大家胃口 关掉美光灯 淘开镜头 见一个朋友 大家好 我是Olivia 给我们一点时间 像这样聊天 周日上午十点 小唱翻牌 我在这里等你哦 好啦 谢谢Olivia 然后专辑当中 最后再给我们 因为是周日的 就是那种假日的早上 很慵懒的感觉 然后看一下专辑当中 基本上大部分都 还蛮适合这个点的 所以你自己内心 最希望介绍给 推荐给大家 这个时间段的一首歌 因为这首歌 我觉得编的非常棒 是算单唱的 我最喜欢的 对 然后这首歌 因为Michael Jackson 他过世 然后我想回忆到 他的旧歌 就点上了这首歌 然后我有跟 王泽平老师说 可以编的比较 Veggae一点 就是比较 有慢慢的Groove 对 有点爽的感觉 我跟很多歌手 讨论过他这个人很神奇 因为他年轻时候 是一个很激烈的Rocker 然后但现在年纪大了 不像以前 看上去那么激烈 好 回去告诉他 但是你还是可以 从他的细节 看到他的一些 年轻时候的 这种痕迹 没有 我看过老师 跟他的朋友 一起jam 玩游戏 是不是很有感染力 还有就是 有那种 蹦蹦的感觉吧 就你可以想象 他年轻时是 怎样的一个 没改变 没改变 疯子 好 谢谢Olivia 祝专辑大卖 然后希望以后能够 有更多风格尝试 然后再上我们的节目 谢谢 好 谢谢 拜拜 拜拜 Never can't say goodbye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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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ver can't say goodby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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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